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通知 那么要求五年之内各党政机关一律不准以任何形式跟理由来新建楼堂管所 以及要严格控制办公用房的维修改造以及清理干部的办公用房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张先生 因为这一个通知是发布于习近平在湖北调烟之后的 习近平在湖北调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是看到为老百姓建造的这种公共场所修得比较好的话 他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但如果是这种豪华的官雅 他看上去是不舒服的 那您觉得在他这个调烟之后 说完这句话以后发出这个通知是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这个从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来看 这个是跟习近平就任了这个党的总书记之后 就开始的这个整个反奢华反贪腐的这个风 这样一个运动呢是或者说一个一个动作呢是完全一致的 在他上任之后呢就很快中央就做了一些非常明智的不扰民的这个决定 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北京进行公事活动的时候 如果不是特殊必要情况下尽量不封路 那么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长安街上呢 很多领导人呢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好多路口都封了 那么北京的交通呢就很多路口都出现堵塞 很多人有反应这个不满足的这个不满的声音很多 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已经从一个第一炮就打响 就是说我们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做起 这个事情呢要尽量减少扰民 那么从这个时候之后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推出一个一个的举动 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这个动作比较大 因为它涉及的不只是党中央的这个部门 是各级各个机关政府部门党的部门 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呢 有几个问题同时表现出来了 一个就是这些高档的豪华的比较奢华的这种建筑 这样的楼堂管所它代表着一个很大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说当官了就可以住大房子 办公就条件很好 其实里边的设备未必一定要奢化到什么样 但是你这个楼堂管所盖的很气派 从当地政府官员自己觉得很有面子 但实际上这个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 你高高在上 你脱离群众 这个跟习近平上任之后一一再提出的 要走群众路线 要和群众接触 要了解老百姓的心声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的 所以这一次推出来呢 这个新的措施呢 很显然是习近平自己亲自推动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这个不断的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实力增加了 地方政府有钱了 这个钱没有用到老百姓身上 而是盖了很多的大型的楼堂管所 那么这样的这个盖起来之后呢 说明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你没有对老百姓负责 你没有把钱用到正道 第二你的这个楼堂管所盖的那么大 你里面那么多人工作 就说明政府养了很多人 早在当年朱镕基做领导人的时候 他做总理的时候 就对外国企则讲过 他说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政府开支很多 其实我们好多的一部分钱呢 是开在人头费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公务员队伍很庞大 我们要逐渐讲话 但是减到现在了 经过十几年了 现在看来还没有减下去 这个这么大的楼堂管所里 那么多的公务员在那 那么这个也不符合 这个廉政啊 精简啊 这个整体的这个政策 这又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老百姓在很多贫困地区 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政府的机构 盖得特别涉滑 那么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脱贫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就要引起民怨 这个民怨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 有所改进的话 对稳定社会呢 其实是有好处的 您刚才提到 就是现在有一些这种楼堂管所 确实是建得非常的奢华 这才会引起民众 跟习近平的可能 上面更上面一层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龙奥大厦 现在特别出名 因为据说是这个全世界 第二大单体建筑 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 建筑面积呢 是达到了37万多平方米 而且有40多部豪华的电梯 那像这种楼 它已经兴起了 那么现在我们在看到 这个通知发布以后 像这样的楼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是非常考地方官员智慧的 因为你这个东西呢 又不能造成新的浪费 如果这个已经盖好的 比较豪华的这种建筑物 如果你把它荒弃 或者说改变了一个 不太恰当的用途的话 也是不好的 那么你在改变用途的时候呢 怎么样让它能够服务于当地的经济 能够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 特别是改变政府形象 这个东西呢 当地的官员需要慎重考虑 要找到一个万全之策也不容易 但实际上呢 最根本的一条 还是要杀住这股风 从今以后 为什么定出五年不可以再盖呢 就是说五年之内 你不要再立项 不要再想审批 没有人批准你盖这件事情 但中国的问题 往往不在于立项 而在于你这些人呢 他有巧利明目 他搞另一个方法 你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个是说明一个体制上 一个制度上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呢 可能就会好得多 比如说我们就看到 有一些政府楼 它新建以后呢 它可以说是换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某某某旅游中心 这样的话 又是另外一种操作方法了 就像您刚才说的 它有时候叫什么信息大厦 好像表面上看来 给当地老百姓造福 其实呢 这里面未必是 这就是所谓楼堂管所 这四个字里面 涵盖了很大范围的 这个政府的建造的 这个一些建筑物 甚至是一些 类似于度假村一样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服务于 一少部分人的 老百姓是得不到实际受贿的 就像你看到讲的这个 如果习近平说 他说如果是给老百姓盖的 那么他会觉得很好 如果是政府用这些钱 来给自己 搞了一个很奢华的东西 他觉得很不舒服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后几年 会不会有这样新的东西呢 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相信 如果有一个开放透明的监管制度 这个监管不能完全只靠说 内部的监管 纪委的监管 这个恐怕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么多年都经历过 有不同的文件 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 都止不住这股风 那么怎么样能解决呢 我觉得让老百姓监督 是最好的办法 另一个可能我们在香港 这边见到很多项目 在启动的时候 都有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资讯期 由老百姓充分发表意见 大家得到了一个共识以后 这样你就是盖起来了 大多数人会支持你 认为你这是物有所知 是应该的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而是黑箱作业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做了一个很大的建筑物 然后一些人在那里享受 那老百姓一定是不满的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建筑物 其实很多建筑物 它在兴起以后 它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或者是改一个名字 叫什么信息大厦 旅游中心这样的 其实我们知道像这些 这个所谓的限界令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 才发放出来的 25年之间 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 这种限界令的文件 可能有10个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 它是可以说是置若网文 或者是有出现 这样的情况以后 最多就是一个通报批评 那您觉得这一次 这个文件下放以后 会不会力度更加大 我觉得这次 这个决心显得很大 但是由于我们有过去25年间 这个履禁不止的这个经历 所以很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 也恰恰是因为很多人 对这个事情有怀疑态度 就越需要在这个时候 做出一点样子来看看 假如发现了这样的项目 还在继续进行 或者是进一步扩建 甚至是新的项目在立下的话 有群众举报 有关部门要核实之后 一定要严惩 如果你做到了严惩之后 就可以第一 给老百姓一个信号 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出现 我们一定会不客气的处理 第二 这些人 下一次其他类似的人 就不敢这样做了 那么这样做的效果呢 就会使得老百姓心里明白 如果有谁在这样做 我们用我们群众的这个举报 就能够达到 我相信只有群众举报 这条路是 是唯一能够可行的 因为你靠自身的这个监察呢 因为有自身利益在里面 所以他不一定能够做到 百分之百按照上级要求去做 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嘛 在做到这个群众监察的方面 还有一些什么工作 可以做得更好呢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龙澳大厦 它新建以后呢 肯定是上亿的资金了 但是政府说 这是没有动用政府的钱 是其他官员的这种 资产处置以后来置换的 那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它整个从 批建到建立到完工 整个大楼 其实它所有的财务 是没有公开的 那您觉得要怎么样 才能够提高公民的监督力度呢 这个财务公开 立项公开 包括你的这个承包商 由谁来承包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呢 是涉及到经济利益的 中国现在的很多企业 在对政府的项目呢 它采取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吧 所谓的特殊方法 实际上有些时候涉及到利益输送 包括呢 企业为了得到上级政府 或者某一个主管部门的这个批准 做其他项目 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 给这个部门一些利益 那么这些利益呢 包括在承包项目的时候 这个部门下批的一些项目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不按市场规则去做 这样的结果呢 就会有一些人在当中受贿 甚至有些明显的就是 属于犯法的行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一方面要有内部的举报 就是有些人真的要爆料 把这些内部的消息爆出来 另一方面呢 也需要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去监督 如果老百姓在现在微博上面 可以发表很多的议论 但是很多媒体呢 被各级的政府控制住 所以不能完全表达这些不同的意见 那么这个方面呢 政府部门也应当做一些开放 如果你不开放的话 只靠民众去发表 而得不到政府的回应 这样也是做不到最佳的效果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18大以后呢 国家领导人也是屡次强调说 要整顿这个奢侈主义 享乐主义跟奢侈之风 那这些其实新建的这些楼堂管所 这四个字 很多豪华的这种设施呢 其实都是所谓的 中国式奢侈的一种表现之一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整顿呢 也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的一大举措 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决心 在反腐方面 有落下了非常重的这个赌注 然后当然呢 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这一些举措呢 能够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又掀起了中国买房 中国人的买房热 待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